聯邦運輸部長艾成智向國民保證 強制過境貨車司機接種疫苗措施 不會導致食品短缺 批評保守黨誇大該問題 劉少倫報導 運輸部長艾成智今天否認 跨境貨車司機疫苗措施 是導致供應鏈問題的絕因 他批評保守黨誇大該問題 艾成智認為根治供應鏈的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讓物流人員接種疫苗 減低勞動力因染病而缺近 桂湖大學食品工業教授就認為 本國的食品供應距離崩潰還有很遠的距離 預計食物不會用完 還指供應鏈問題很複雜 是維持和分配供應方面平衡出現問題 不能完全歸咎貨車司機疫苗措施 認為雖然見到某些產品延遲負運和短缺 特別是來自美國的新鮮水果和蔬菜 但只是由於天氣等暫時性的原因 很快就會解決